以偷拍機尋找失蹤者 救難人員所在地 是有死亡人線之稱的中央尖山 發現可疑點之後 在攀爬陡峭岩時 陷向還身 小心小心 畫面是10月初 台中救援一名王姓登山領隊的過程 很不幸找到的是冰冷遺體 這名王姓領隊攀爬過百月 專業的都可能失守 更不要說業餘的 國人進來封登山 讓各縣市消防局疲於奔命 台中市消防局1到10月的救援案 61件比去年同期增了5成 古關和平的救難人員 幾乎是天天在登山 古關七雄最熱門 最離譜的是有民眾 穿著涼鞋熱褲就去爬山 新北市1到9月 共134件登山救援案 平均2到3天就一件 風景優美的瑞芳建隆林 救援案件平均 民眾在山上迷路 可是那個時候才中午12點多 那我們到山上接觸民眾的時候 才發現他只是腳抽筋而已 不少里長是包遊覽車 帶里民爬山 上得去下不來 或是爬到一半進退兩難 救援案件中不乏老年人 南投今年登山救援案64件 其中30件有傷亡 台東1到9月救援數26件 比去年增加了12件 高雄25件增加了6成 救難人員大探 救援救到軟腳 林務局將在登山熱點貼出警語 提醒民眾 體力路線裝備 準備好再來 最重要的是盡早出門 結伴同行 記者文藝平李治昌台北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